教育局做出了最新的懲處 校長吳震東沒有盡到督導之責 給予小過一支 校長在剛剛有了最新回應 學校疏失的部分 校長這一塊就是小過一次 心情的話 其實心情 也說不上來有什麼心情 公務員嘛 然後教育局的決定 我們就接受了 然後接受原因也很單純 學校有疏失 學校就承擔 那一校治長就接受 那目的呢 就希望這個事件 能夠盡快的落幕 該負的責任我們負了 該補救的部分我們要做補救 希望這些受傷害的孩子 能夠盡快的能夠恢復平靜 校園能夠安寧 這個才是真正的做到友善校園 真正的讓學生受教的權益 獲得保障 謝謝 謝謝 謝謝